白宫16日宣布 为了与国会领导人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展开谈判 美国总统拜登将缩短17日开始的亚洲之行 他将如期出访日本 参加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但将取消原定之后对巴布亚 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访问 于21日前返回美国 取消出访在国际关系中并不罕见 但拜登因国内政治斗争在最后一刻取消原定的出访计划 引发多方议论 打击 耻辱 冷落 失望等词汇 17日频繁出现在国际媒体上 这刚好证实了中国的叙述 从长远来看 华盛顿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专家的话称 新加坡海峡时报17日称 国内重要问题优于外交 这可以理解 但拜登取消出访计划的原因提醒人们 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将影响其兑现在亚太的承诺 拜登总统17日前往日本参加几期峰会 本意是要发起联合世界民主国家 对抗中国的地缘战略大师班 但取而代之的是 面对美国债务上限争端摧毁全球经济的担忧 他将一瘸一拐地踏上一段突然被截断的旅程 发新设程 路透社称 根据原定行程 拜登将于22日访问巴星三个小时 他将见证美国与巴星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签署新的战略安全协议 这将是历史上 美国在任总统对巴星的首次访问 被认为意义重大 尤其是显示其在该地区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姿态 与此同时 印度总理莫迪也将访问巴星 美印领导人将与18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 举行印太论坛峰会 之后 拜登将访问澳大利亚成为继2014年奥巴马之后近10年来首次访澳的美国总统 并在那里参加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领导人峰会 白宫16日的声明称 拜登团队成员与巴星领导人进行了交谈 告知了取消访问的决定 英国卫报称拜登取消访问让巴星感到失望 该国从六个月前就开始为辞访做准备 包括在拜登停留期间关闭领空 并指定22日为公共假期 在美国政府宣布取消访问前 16日出版的《巴星信使报》头版 刊登了关于拜登的安保队伍抵达该国的整版报道 巴星国家首都区区长鲍威斯·帕克普说 我们对这次历史性的访问被取消感到失望 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为这次访问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法星社17日引述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亚洲问题专家格雷·戈里波林的评论说 取消访问南泰将打击拜登拉拢太平洋岛国的努力 我相信白宫会在短期内找到办法补偿合作伙伴 但这增加了美国国内功能失调削弱外交的证据 卡内基基金会专家美国务院前高级官员费根豹姆在推特上写道 当你忙着击沉自己的船时 在太平洋与中国竞争会变得很困难 路透社17日称 澳大利亚情报局前局长理查德·莫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太平洋地区外交中有一句口头禅叫 出现就意味着成功的一半 中国一直在出现 而拜登取消访问 可能使华盛顿与北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争夺战中受挫 法新设程 取消对巴西和澳大利亚的访问 对试图在特朗普孤立主义后重振美国外交的拜登来说 将是一颗苦果 然而 债务上限的风险如此之大 以至于拜登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让世界其他领导人对美国的经济状况感到放心 而不是策划如何管理中国 白宫将拜登取消南太之行归咎于国会 美联社成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科比16日程 如果国会做了正确的事情 我们就不必说这些了 但一些共和党议员认为 拜登在债务上限谈判未果的情况下 根本不应该出国旅行 我认为他不应该离开 他应该关注国内的债务上限问题 共和党参议员李克·斯科特说 海峡时报17日程 分析人士表示 拜登的决定虽然是出于紧迫的国内优先事项而做出的 但可能会损害美国在国外的信誉 总统必须优先考虑国家债务问题 了解美国政治的人会理解他的决定 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主席帕特里克·克罗宁说 但是当美国领导人未能做到最起码的露面时 他看起来就被削弱了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表示 这提醒我们 美国的国内政治问题可能会干扰其在亚洲的参与 这正是许多国家担心的